用試試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這個禮拜我們要來看看 在臺商回流之後 那麼臺灣如何來迎接三十年的大影 我想我經常把潘室亮的這個話 那放在嘴邊 你看他講說在這一次的這個 美中貿易戰當中所造成供應鏈的調整 臺灣越南受惠 他說臺灣未來每年的GDP成長 會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若臺灣政府調整得好 臺灣會有三十年的大影 這個是今天在臺灣今年當中 我們我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告訴大家 臺商回流的加速跟金額 我們再更新到9月19號為止 臺商回臺投資一百四十家 金額五千九百二十六億 創造就業五萬兩千兩百七十七人 這是臺灣在今年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 我們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那先前說要臺商回流 他說臉銷威 現在他決定回臺灣投資二十億擴張 擴張生產這個生產基地 這當中包括筆電有三成會移回臺灣 這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川普的經濟部門皮特納摩羅 你看到他這本書叫致命中國 所以川普其實有非常多的看法 他說美國的製造業根基之死 美國無法再忍耐 那是他決定美中貿易戰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底印 他特別強調 他說只有當自由貿易的競爭環境 全然公平 美國的工人才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低工資的國家 的國家來競爭 那他也特別提到 他說為什麼製造業要重返美國 他說製造業 他的能夠創造的就業比服業更多 因為製造業外以研發支出 跟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起帶走 這是臺灣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最忽略的是 你知道我們從臺灣的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 一直都高過50% 全世界很少有這樣的國家 他說一個強大的製造業根基 是美國推動技術創新的最大的憑藉 這是川普這一次製造業重返美國 很重要的底印 他說供應鏈才是真正的重點 他說供應鏈移走以後 他說蘋果不能重返美國 他說供應鏈全在中國 所以大家知道他說如果沒有強大的製造業 好像不用火星賽在啟動汽車 或者是在光滑的輪胎上去牽車子 這個最後都沒有效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看臺灣的製造業到底如何回流 我想這是一個到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也就是說臺灣已經到一個關鍵轉折點上 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經過四十年的發展 我把兩個人放在一起 你看到一個是在一九七八年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那麼到現在習近平在二零一八年 把任期改成無論其次以後 中國的投資環境開始很大的改變 你知道在一九七八年 中國剛剛結束文革 然後他讓少數人富起來 這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拐點 也就是全世界開始進入中國投資 到1989年 90年代以後 中國變成世界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現在中國的工資高漲 這個已經是三十年前的十倍以上了 土地房價都在世界級的水準 那兩岸的壓力 臺灣的壓力現在也趨緩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這個習的極權更加鞏固 然後很多的名氣 包括馬雲 馬化騰 柳傳志 紛紛交棒 那這個也是沒有CEO的中國的企業 到底最後何氣何從 最近郭文貴已出驚人 他說馬雲會屬於 屬無葬身之地 這一看讓人看到毛骨悚然 這個也是柳傳志在馬雲馬化騰之後 聯想他也交棒了 所以這個也就在這個回合當中 我們所看到中國現在處在一個相當的壓力狀態當中 這當中大家可以要非常關注的 也就是這一次德國之聲 這個其實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他說這個無解的美中新冷戰 他說貿易 貨幣 金融 科技 學術 軍事都會是前方位的圍堵 他說這場冷戰將打的打打停停持續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久 這叫持續的消耗戰 這當中我們看到他們兩個人 現在這是一個真正的角力的較勁 那中國也進入到一個輝煌的建國七十年 現在也到一個關鍵時刻了 那最近的重慶市長黃奇環特別講 他說美中貿易戰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他說如果想送點錢來化解那是幻覺 他說人家要你的命不是一個歐彌陀佛就可以化解的 所以他講得非常的直接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看到雙方看起來劍拔弩張 這個禮拜其實有兩個點 大家非常值得大家去關注 你看到在美國的參院 他衝過台北法案 這個台北法案要求美國的這個政府 要極盡全力幫忙台灣鞏固邦交 那這個也是前手未見 現在我們看上個禮拜連續斷了這個 這個索羅門跟奇里巴斯 現在其實很多人在網路都都團著 他說台灣雖然只有16個邦交國 但有一百一十一個免簽證國家可以履行 中國有一百七十八個邦交國 但只有十一個免簽證國家 這個就是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 再看台灣 那同時我們看到黃之鋒 應國會這個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培洛西邀請到國會去報告 這個是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個這禮拜 如果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跟民主法案 這就是知識體大了 這個會在美中關係 這個會美中關係帶來更大的波難 就是香港會進入到一個實質的 美中較勁的一個角力賽的關鍵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香港是中國重要的經濟的命根子 你看到在2019年的前三季 其實2018年港交手的IPO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今年他已經衰退63.5%了 紐交手藥居第一 那第二名一百八十七億美元 我們看到黃奇萬最近在講 他說香港跟中國的貿易往來 大約七千億美金 他說這不是香港的七百萬人的內在需求 他說香港是轉口離岸的貿易中心 他說四十年來中國引進外資有一半來自香港 他說香港佔中國引進的外資的總量達到百分之五十四 那現在的抗爭不斷的在拉高 我們看到這是香港取得機場 本來高銀金融標準 現在他會標他放棄了 那這塊地將來也受到大家高度的矚目 同時我們看到穆迪 會議 包括標準PRO大概都把香港的經濟往互相的方向去調整 那有錢人開始避險 包括這個現在看起來最有錢的人 大概把資金開始移到新加坡 那我們也看到香港的出口 一到八月衰退3.9% 那去年底香港意估今年出口成長5% 到3月14號的時候 還是維持原來5%的疫情 到六月抗爭開始 他下修到百分之二 那九月二十三號 他再度下修到今年是衰退百分之四 那香港現在這個很多人都走上街頭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飯店業的從業人員 他說這個十四八空 那從業人員四大皆空 就是現在香港的很多的地方 你看到包括金鐘的太古廣場 包括銅鑼灣的金百利商場 長沙灣的這個D2Place 他們現在都降降租金了 那我們也看到中藥企業現在面臨困難 香港的現在的軍管局的副總裁 出面來要解圍 你看到香港的特首現在 他撤回了這個逃犯條例之後 但是香港的風波仍然沒有停止 國內航空在這個回合 大概所有的主管全部都換人 但是香港的機場的抗爭 扣運量大概七月份下滑12.4 八月份下滑11.5 國內航空本身的債客量 到八月急劇下滑 他是290萬 出現11.3%的下滑 這是香港在這個回合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香港的窘況 那這個是對香港的未來來講 他會帶來極大的變數 我們看到台股在這個回合當中 表現相對是強勢的 四小龍當中 台股到目前為止漲了12.24 香港漲1.68 新加坡漲2.85 南韓漲2.06 在四小龍當中 台股的表現相對粗略拔萃 這個也是你可以看到 台股已經慢慢的正向 邁向11261點的前面的高點 也在調氣勢挑戰1268 新來幣在這個回合當中 他相對表現是強勢的 所以我們再看台灣的未來 我想台灣在30年當中 我們的資金一直都往外跑 那現在開始回流 這個回流 我想今天我們要特別請到兩位 在企業界經營有成 而且他們都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包括這次在國票金控跟樂天 在存網銀的這一場 這個申請這個申請執照的 這個戰役當中 他原來大家認為他賠榜 但最後評價是第一名 所以我們魏齊年董事長 在這個回合當中 他是非常努力 他跟樂天在合作無間 重新在台灣打造一個 未來新的金融的戰場 另外我們看到文貌的股價上了三百了 我想在這一段時間 文貌的生化家的半導體的原件 是不斷的在在力爭上游 而且在去年 ABAGO是一股兩百七十塊的入股 所以他已經真正在國際上 除了台積電之外 大家認為是他下一個黑馬 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可以為台灣攻城列地的黑馬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兩位 我們先請兩位跟觀眾朋友先問候一下 我們在進廣告之後 再接著下來下面的討論 我們先請魏董 劉協社長好 各位觀眾好 謝謝魏董 另外我們請陳董事長 社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然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歡迎回在路回到現場 我們先請魏董來談談 其實你看這次你的陳瓦贏的申請 我相信你在跟日本的打交道的過程 你應該非常多的感受 而日本的樂天集團 他其實有一本書 你寄給我看 我覺得他談得非常好 所以我先請你 把台灣這次其實就是說 我們再經過三十年 因為台灣眾多的錢外流 現在終於看到資金回流了 所以潘數量說要把握是三十年的大運 你認為三十年大運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來把握 你來講講好不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一次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那麼觸動了整個台商 在這個危機的壓力下 必須要重新做一個投資的策略的思考 那麼新南向 反台投資到美國去 這個供應鏈怎樣來擺設 就是他們現在在做策略思考 那我們政府也適時的提出了一個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那麼也歡迎境外資金回流台灣 那訂定了這個辦法 那這個都是配合當前的歧視 但是我在這裡我要建議一點 就是說 剛剛提到了就是我們最近國票金控 跟日本的熱天集團有一個合作 那這個合作我特別佩服的就是這個熱天集團的創辦人 他是一個五十幾歲的 三木古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陽光型 然後非常有國際觀的一個企業家 那他寫了一本書是跟他的父親 他父親是神父大學的經濟學名教授的父子的對話錄 主要在談到如何提高日本在國際市場的產業競爭力的問題 那麼他的這個書的內容 談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很恰當 台灣可以把它拿來參考做一個思考 他認為日本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這種 那麼他也是這個安倍首相 競爭力委員會的顧問 那麼他在書中跟日本政府建議 日本現在的壓力來自於美國 來自於中國 日本以前是國際第二的經濟第二的這個體 那他覺得日本人一定要放棄 這個過去的保守心態 他說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 日本應該做一個國際的平台 只要任何人西方人各世界各國人 願意到日本來努力 為日本這一塊土地奮鬥 那麼日本就要提供他平台 他們就是日本人 這是日本將來要復興的 再起來的一道方式 他就建議 甚至他在書中也建議 因為他最近要去推動 這個就像美國變成民主融流一樣 就從來美洲 歐洲多到美國發展 日本現在可能要走這個路 對他建議他 他認為說 世界上各國這些大國之間 人口都在老化 只有美國沒有 因為他一直吸收年輕人進來 他不分種族 只要你來越來越越美國 對 運動你就是美國人 那日本人應該有這個胸襟 這個高度 所以他的企業他的企業全部都講英文 那麼我去參觀他們的公司的時候 他的他的資訊工程部門有兩百的資訊工程師 但日本人只有二十個巴仙 只有四十幾個人 其他的年輕人全部來自世界各地 他們講的是英文 那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一個讓我們可以借進來思考的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他也跟安倍政府建議 因為他現在正在推動日本的5G 日本的5G就是熱天電信工程 這是全球矚目 矚目 那德國的高速公路德國人不用付錢 那麼這筆錢都是政府付 那政府怎麼回收呢 他說因為高速公路四通八達 人民又不用付錢 德國變成全世界交通溝通最便宜的地方 民族變成一個全世界最團結的民族 所以他經濟自然成長 經濟成長政府從這個擴大稅機裡面回收 所以他希望各種電信他認為日本人跟日本人通訊 為什麼要付錢呢 這是政府要降低這個成本 那這個一降低成本 整個產業就競爭力大幅提升 那麼日本政府的稅收就回來了 他就是用一個國際觀在推動 那我現在要想的就是說 我們應該去思考 台灣正被全世界的經濟貿易組織在孤立下 其實在台灣的廠商 他們很辛苦的在奮鬥 大家都想回來 可是他回來在台灣製造業生產 他外銷到世界各國去 他跟我們的韓國競爭對手 東南亞競爭對手 成本是高了5到8% 那我們必須要替他思考 所以政府在做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更高度的國際觀念 這當中其實那個平台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今天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胸襟 讓全世界的人 全自己的錢都能夠進來 所以台灣在高端的技術人才的移民 我們是要做的不足 為什麼 我們大量引進外勞 但是有技術的人要來台灣去 那個門檻非常高 那這個其實是現在政府要去思考了 這個熱天山木谷先生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其實世界上有很多的亞 這個歐洲各國的人想要到亞洲來工作 他們找不到平台 因為沒有一個平台可以講英文 那麼他認為英文不再是英國人的英文 不再是德國這個美國人英文 是全球的英文 日本如果提供這個平台 你看這些人就開始Parking下來了 那麼我是覺得台灣可以拿這個來做參考 這個是非常好 就是說完全跳脫思維 日本是全世界對種族保護最極端的 你看他日本的國籍是很困難 然後日本對外面的移民 你看我們台灣外勞 日本的外勞都不能請 所以他這幾年 如果他有一個更大的思維上的改變 那對日本來講 我相信這是巨大的突破 這當中其實最近你要注意到 我常在講日本就是說 日本在倒楣的時候 那個首相一年就換一個 現在安倍從2012年做到現在 他如果一直做到中間 不要什麼意外 做到2021年 安倍任期會長達三千五百七十六天 他會日本 他會是日本歷年最在位最久的首相 那這個時候 我相信安倍心中有一個 對日本追求強國 這種未來的路 有一些新的想法 這是非常出的數目以待的 那我們請這個陳董事長 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其實在台灣這麼多年當中 我們因為這三十年 為什麼大家都在艷嘆 就錢跑太多了 那這裡面就在過去 從九零年到現在 台灣有一個國際化 跟前進中國的迷思 眾多的廠商 因為看到中國大陸很大 就我們就把台灣的機器 設備人都搬過去了 但是因為這個環境太優惡了 所以郭董是其中代表 就是說我們因為大家在講守國 其實我們都守進了中國 為什麼到中國最簡單 那你記得說用他的廉價勞力 你也沒有想到要升級 去跟全球競爭 所以如果你走到國際化的路 你一定要跟國際大廠競爭 所以我們看到穩茂 你來接掌之後 到現在為止 第一個 你沒有把生產機率 全部放在中國 你還是以台灣為主 到現在為止 你不斷的在產業升級 你看到在這次武器當中 我相信穩茂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兩條路線的迷思 你用穩茂來做例子 給大家做一個現身說話 其實當年我想大家到大陸去 是因為有幾個環境 外在環境的一個配合 第一是台灣那時候工資也高漲 那大陸剛好開放 所以利用他的廉價的勞力 利用他的免費的土地 所以幫台商創造了一波的這個 那現在整個情況也已經不一樣了 大陸的工資 剛剛社長也講了 這個已經是800、500倍 這已經十倍的成長 那土地現在也取得也相當困難 再加上這個倒一倍的台商 到現在也後繼無人 那再來中國的供應鏈 他們的廠商這個也興起 所以這個競爭已經不是說 跟國際競爭 已經是在在中國本身 國內就產生很巨大的競爭 那我們大家也知道 中國這個因為有國家力量的協助 所以他們的興起 那這尤其一打價格戰爭的話 只要一個產業他介入的話 那通常都非常慘烈 我們像太陽人LED面板 我想這個都是存在的事實 那當年穩茂呢 我們就決定了幾件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跨戶半導體裡面 我們認為第一技術一定要自主 所以我們是全力用自己的人力來開發 那當然剛剛這個魏董在講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技術開發 不是只有我們當然大部分是美國回來的的團隊 然後再加上也有日本的 甚至也有烏克蘭的 也有加拿大的 我們也是是一個國際團隊在開發 那第一個就是技術完全自主 第二就是說在跨戶半導體 人做的東西的技術 我們要全面的開發 全力在研發這一段 那二十年來證明這個政策策略是對的 那那時候也沒有想去說移民 這個把這個生產移到外面的基地 那經過這二十年的努力的 的確這個技術也得到 所有國際的Tier 1的大廠的肯定 那這次5G時代的來臨 那也給我冒了一個機會 所以有一句話說機會永遠是給有準備的人 那所以我們就很 很好的跟所有的Tier 1客戶都是同時接軌 那所以5G對我們來講的確是一個 很好的opportunity 我想這個非常成功 這個時候我想最大的關鍵 還是要保有核心競爭力 在全球競爭當中是最重要的關鍵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談一下就是說資金要回來了 那臺灣如何引導 利用這次回來的這個資金重重的加大臺灣建設的力道 我一直覺得說全世界很少有國家像臺灣這樣 我們對製造業不是那麼在乎 你看到川普現在製造業重返美國 最近習近平也在講說他要要鞏固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要把中國經濟要去虛重拾 把它發展起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資金長期外流 而且國外製造臺灣接單的比重一直都超過50%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如何迎接這批台商回流之後的一個新的臺灣的延期重新再生 臺灣如果能夠像潘士亮講 來三十年當中如果應用得宜 臺灣有三十年好運 這好運怎麼創造 等一下魏隆來跟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稍微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我們現在看到在最近國泰金的投資長 陳淑文講臺灣不當資金港 太可惜 這個他意思就是說臺灣其實我們要善於把資金引導回來 回來當中 其實我們在過去幾年讓臺灣印象最深刻 我們對人的高階人才管制非常嚴格 另外一個臺灣的錢都在外面 那我們很怕錢進來你知道 就是說人進來你也怕錢進來你也怕 這個包括金管會員都在講說 他的管制太嚴格了 所以臺灣你把售錢公司管到這個叫動彈不得 那這樣的一個情勢 我想魏董感受應該更強烈 我們如何這次如果錢回來了 臺灣到底如何因勢力道 把這個錢用在真正的有用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臺灣的人怕人才進來 對怕臺灣想要做國際金融中心 可是很怕錢進來 對我不曉得這樣的觀念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歷史工業 就多年來 多年來我們沒有辦法handle 錢進來怎樣加以管理 我想一觀念上一個問題 大家這樣想就是說 臺灣是一個好地方 對臺灣人非常友善 臺灣的自然非常好 臺灣人走秩序 每一個東西都告訴我們 臺灣的CP值很高 對 消費也低 對消費 然後我們股票市場 又很便宜 CP值也高 全世界說我們的股票都是定存股 最安全的定存股 但是我們現在想想 如果你現在講瑞士 瑞士是好地方 大家都想去 瑞士便宜嗎 那你現在想說新加坡 他是金融中心 他也是好地方 他會便宜嗎 所以這些地方瑞士 新加坡都歡迎錢進來 都歡迎錢 只有臺灣不歡迎 所以臺灣變成是好地方 但是呢 太便宜了 因為我們對錢太緩緩了 後來我去注意到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什麼 你歡迎錢進來 然後物價會有一點波動 但是你的 因為充分就業關係 大量投資的關係 你的守得會更高 我認為關鍵一個就是住宅問題 住宅問題 我覺得現在已經越來越容易解決了 過去我們的住宅問題 在新加坡的公共住宅 是佔他的住宅比例八成以上 我們不到一成嗎 我們不到一趴 大概一兩趴而已 但是我們現在自由住宅人已經很多了 現在沒有住宅這些人 其實從中央到地方 我們一定要一個很好的住宅政策 全面提供公共住宅 這一步把它滿足了 我們歡迎錢進來 讓我們的資本市場變成亞洲中心 剛剛講說我們應該做一個資金港 其實那個觀念就是說 臺灣應該要做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 臺灣應該是做資金的運籌中心 因為比較中國大陸來講 以銀行業我們的規模沒有辦法跟他競爭 以保險業 這都講規模經濟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競爭 但是有一個行業叫資產管理 這個資產管理需要兩個競爭優勢 第一個要有誠信 臺灣的年輕人這一代 受到很完整的教育 尤其是公司自己的教育 他們非常完整 第二他們的學習的學位都很完整 所以非常專業 第二個就是專業 用誠信跟專業 自己又有錢拿出來做 這個GP 就整個臺灣做GP 整個亞洲做LP 我們是亞洲比香港比新加坡更好的資產管理中心 但是為什麼你的兒子孫子 想要做這樣一個資產管理平台 你的主務附近的錢 是拿到新加坡香港給人管 我們連輸戶基金都沒有辦法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那麼過去呢 因為我們 我剛剛說是歷史工業 工業就是說長期起來 大家累積起來 累積起來一直就是說 錢進來會炒翻這個價格 會炒翻價格 他沒有想到說 這個資金進來 如果政府好好加以管理的話 事實上是帶動給年輕人更高的所得 所以我覺得應該趁這一次 政府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也歡迎境外基金回來說 這些在解釋上 現在這個方案都已經通過了 剛剛我們講說一個比較高的策略 現在在執行的策略上來講 應該要換寬解釋 讓這些錢進來 因為這些錢進來 我們歡迎無論是在實體投資也好 在資本市場也投資 他最終還是會回到實體投資 因為資本市場所有的利潤 已經來自實體投資的基本面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主政當局過去的努力已經很不錯了 現在更應該用一個更高的國際性的眼光 我們台灣是一個國際平台 既然國際的經濟孤立我們 但是我們自己走出去開放整個台灣 這樣子的話台灣才有辦法像日本這樣子 我們迎向下一個階段的國際競爭 我想台灣的觀念比日本更靈活 因為日本30年來 他蹲得比台灣還低 那現在其實台灣已經 我們有上來的一些條件 現在國外債其實都在負殖利率 所以我說我們現在變成資金 你放在外面有很大的問題 剛剛社長這樣講就是重點就是說 他這個錢都出去 錢出去不是問題 因為我們去投資去海外 因為台灣的市場沒有那麼大 我們應該國際國內一起來配搭 但是為什麼台灣很流行 叫負委託 負委託就是說你委託台灣的證券公司 台灣再去委託香港或新加坡 再去買國際了 現在很多的證券商的同業都在講說 我們今年無委託做多少多少 把它當作業績 那後來有一次大家坐在一起 問說為什麼我們要付 就自己委託我們自己 你祖父母的錢要買 為什麼不就委託你的兒子 自己就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平台 我們可以跟美國華爾街 跟東京 我們可以跟香港 跟倫敦 法蘭克我們就直接購買了嘛 為什麼要再去互委託 大家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定是我們國內管制太嚴 所以過去有一些說 我們應該做什麼經濟金融特區 就是想要把香港搬到台灣來 搬不過來 其實不必要去搬 只要我們把它做政策再開放 這些錢就回來讓自己的人來管 那這些就牽涉到稅資的問題 跟一些法規的問題 那這法規一定要一個國 一個國際觀就是說 如果我們我們現在很簡單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過去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曾經 發布過一個數字 這個大概兩年前的他說經過央銀行的統計 我們出去的會出去的錢 超過一兆美金以上大概三十幾億 三十兆台幣 四千多億美金 四千四百三十七 然後呢 我當時看一個報導 有一個企業家就問說 那沒有回來的 因為不用再會出去 他根本就不回來 他在國外賺到錢 他沒有來壓會 沒有錢沒有進台灣 或是從其他的管道出去的有多少 他們說你可以把它撐一杯 那你這樣來算說 如果有七十兆的話 只要有三十兆的錢 回來台灣並不是來買賣 他還是買賣國際 可是在台灣的平台上操縱 我們還是在國際上買 三十兆一年 你說他兩個person的管理費 那就是多少 六千億 六千億要養台灣年輕人 一百萬年薪的 正好六十萬人 就是這樣的概念 這當中其實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如果沒改 你看到我常舉這個 一九九三年那個加速者跟蘇無比 為什麼 他們當年財政部要課稅 他跑去跟財政部溝通說 我現在拍賣完以後 我按照比方說你要課十五趴 我就把十五趴的稅款 解給財政部 財政部說不可以啊 你要把每一個賣家 他們的憑證身份都要告訴我 你想一想 我有藝術品 很多人身份不要公開啊 這個什麼談都談不攏 最後他們就離開台灣了 離開台灣以後 這害死台灣要多慘 你知道嗎 第一個台灣藝術的市場 從此完蛋 第二個台灣的畫家 那種藝術家 從此三次沒人要啊 這個你說一年兜的一個 多少歲呢 差兩三千萬 但是為了兩三千萬 財政部整個整死台灣 所有的產業 還有整死台灣的畫家 那這個就是說 那個一個觀念 就變跟不變 到現在為止三十年了 也沒有人想要改變了 最近我看我們張景深 好像開始有點感覺了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小英的政府 應該好好面對這個啊 我想回來之後 再請教我們陳董事長 我相信你對稅是最有感覺的 就是說 當全世界的優秀 比如說香港的優秀的 金融專家 或是美國最重要的科技專家 如果他願意來台灣移民 那你想一想 他在香港的稅是二十趴 台灣四十趴起跳 這個時候他會選台灣 選香港 這個台灣的優勢就沒有了 那我想這台灣到底如何 在這個回合當中 我們常講租稅的競爭力 其實我也跟財政部 蘇部長也講過啊 但我們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回來我再請教陳董 這個租稅的競爭力啊 剛才我講的個人手段 香港現在十五 新加坡二十 那台灣四十 那這個你如果同樣是人 你會選擇在哪裡 我想這個就是競爭力嘛 陳董隊就一次以來 你都有想法 再請你再講一次 好 我想剛剛大家也都談到了 其實我們最後希望的就是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是國際的台灣 這個目標應該是 我想是對台灣未來的全程 是最好的一條路了 那要做到這個 這個當然你就一定這個是軍政力要跟國際比嘛 那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這個稅呢 其實是引導所有的資源走向的一個方向 因為 因為 謝董事長常講說這個稅 稅制是 最重要的遊戲規則 對 這直接的遊戲規則嘛 所以這個心之所得呢 這一部分如果不鬆綁 我看要引進人才也相當難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美國公司的員工要請他們到台灣來 沒有人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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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好讓他們在美國 對 他們寧可留在美國 他也不來台灣 那第二個除了薪資所得以外 所以我是很具體的建議啦 薪資所得真的要可以比照鼓勵這樣 他是一個專項的稅務 讓他分離扣稅 那如果是譬如說20%以下的 那他願意合併申報 那就合併申報 跟鼓勵一樣的處理 那這樣的話呢 我相信對人才的引進會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這個鼓勵所得 鼓勵所得 但是我看蘇部長也到你的節目來也談了 的確我們已經在上次的稅改向前跨了一步 那至少已經不是完全併入中和所得稅 已經可以分離扣稅 選擇28% 那你再想一想28%對嗎 對不對 為什麼同樣一個所得 這個本國的資金是28% 那外租是21% 21%還是被因為要分離扣稅害的 把人家印升了1%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說這些資金回來 為什麼他們要停泊在海外 其實現在回來是有一些台山的這些資金想回來 但是大部分的還是在海外 大部分的還是在海外 為什麼我透過我海外的公司進來投資 我的手頭分辨 手頭那個鼓勵手頭 我還是20% 我為什麼回到台灣去讓你扣28% 所以這個觀念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我們就要講台灣很奇怪 為什麼全世界每一個資本市場 都非常希望資金的注入 只有我們說你不要來 那比如說這次台商回來 我們也是限制說你回來的錢 只能20%在這裡 那我搞不清為什麼會限制 不准買勞股 不准買勞股 你一定要叫他去實質 所謂他定義的實質投資 很奇怪 就是要去蓋工廠 有經營一個事業 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 你還要人才還要技術 那你有很多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這些錢 直接到股市 直接投資股市 等於是委託經營 委託經營 對 委託經營 對 那你台灣的這個企業 他的資金來源就可以增加 那還有一個你股票市場 因為這些長期資金的投入 他的籌碼會比較穩定 台灣現在還有一個很荒謬的 我們那個當沖 那個稅減半 這個長期投資 鼓勵守得 澳大健保補充會 然後你想 全世界對所有的這個長期投資 都鼓勵在鼓勵 結果我們是鼓勵大家去當沖 當沖短期投機 不鼓勵長期投資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我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這個一定回來的資金 我當然怕炒房 炒房子 那你可以固定 民宅不能炒 王理長現在很難炒 因為皇帝侯一歲 炒不起來 炒不起來 那你商業大樓 你為什麼要去限制他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限制他 只能20%去投資股市 你看看全球現在 剛剛這個董事長在講說 你全球現在是往零利利或是負利利的 全球的殖利利最高的 就是台灣的資本市場 那你反而限制自己的錢 不可以去投資這個市場 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呼籲跟建議 我們的政府真的是腦袋稍微打開一下 我們在稅制方面 能夠跟至少你要跟新加坡 香港 那韓國日這些我們鄰近的國家 做一個比較 我剛剛講到鼓勵 我必須真的是很痛心的 要再講一次 連中國共產黨 他對一年以下的 他是扣他10%的鼓勵手得稅 超過一年以上的 他就認定就是長期投資 就是零手得稅 對 那我們即使說 因為財政目的說 我不能零手得稅 那你比到外置21%總可以吧 我說如果我們的財稅思考 連共產黨都比不上的話 那這個我國家是真的是蠻可悲的 你講到這裡 其實現在要選總統的人都要聽聽 我覺得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大家每天喊來喊去 都那些無關痛癢的事 但是真正對台灣有價值有用的東西 從來沒聽到候選人在講什麼 這是非常可怕 讓他寧可到廟裡去拜 拜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講什麼對不對 但是對國家的大戰略的問題 我覺得從來沒有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有個候選人 真正對解決台灣的問題 真正提出一些有感的做法 我想這個包括小英總統也是一樣 那韓世倫更不用講 那我覺得如果有駐大位的 你要領導台灣 我覺得應該想辦法 把現在台灣綁在身上 有一些在全球競爭當中 捆死自己的應該要鬆綁 我想這是今天請兩位來最多的一個目的 等一下回來 我想我們魏董 還有很多的想法 再給大家來補充 稍微來 好我們進步漸進尾聲 我想魏董 在剛才我們這個話題 你順著來補充一下 我舉一個 美國的經濟如果不成長的話 兩個人責任最大 一個就是聯準會主席 一個就是財政部長 因為一個有貨幣政策 一個沒有 一個有財政政策 台灣是督促 經濟部長 他這兩個政策都沒有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國會 將來也要關心 請央行總裁跟財政部長 共同負擔 台灣經濟成長的責任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系 就是經濟學校俗稱的小國經濟 小國經濟因為市場小 因為土地小 所以他投資不容易 所以他最大的就是 政策就是獎勵投資 外來投資 那外來投資他就在經濟政策上 先講充分就業 再來課稅 大國會先講 這個這個均負 那麼小國先講 充分就業 造成大戶小戶 沒有關係 只要我比全球人更富就好 但是我覺得不能平 小國如果追 一開始就用稅去做主題 均負左右變成均貧 那我覺得過去多年來 我們財政部已經盡到他最好的責任了 各位都知道 這個在2017年 就前年的統計資料 2018年 他們最近也有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的守得稅的稅收結構裡頭 2017年 台灣的免稅的家庭 是37% 課稅在5%以下 是43就八成的人 對 八成的人 繳得很少稅 是繳5%以下 台灣0.7%人繳了50%的稅 0.7% 不到1% 那台灣呢 1.5%人繳了62%的稅 這是2017年 2018年 現在所有的資料還沒有完成 但是財政部最近有一個透露 說由於我們把免稅額 各種扣除而提高 所以我們現在免稅的家庭 已經超過了50% 那這表示什麼 我們財政部非常努力 在社會的公平上 已經使得低收入在那邊 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那現在呢 但是他也同時反映一個問題 就是高端的人稅不加重 他富很高的稅 但是這表示什麼 守得不均勻 守得不均勻就中產階級在減少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趕快要 讓投資來增加中產階級的收入 讓薪資所得去增加 再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財政部常常喜歡講 說我們的租稅負擔力 是全球最低之音 所以他要去改善 那事實上 這不是真的守得不均勻 我舉一個例子 台灣一年的全民健保 等於4000億 那麼這個4000億 是由民眾去繳的 英國也有一個叫 全民健康服務機制 就是健保 他是由稅收去供應 他沒有另外再收健保 所以他就變成稅收的一部分 但是台灣呢 是這個4000億呢 將近4000億 由全民另外交 不算是稅收 但他事實上就是稅收 如果這個不算稅 那我們以後說 我們國防部一年有幾千億的國防預算 我們就不要用繳稅付 我們大家去繳國防捐 繳給國防部 直接交給國防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負償負擔力 馬上又降了很多 只要政府對人民收的錢 就是住稅負擔 不是他現在算子有算 財政部收的才算住 你衛生部收的勞工部收的都不算 那這些如果去算的話 19.5%左右 不高也不低 所以我講這個話是要告訴 我們的財政部門說 你放心 你已經達到你的任務了 你不要有壓力 你現在的責任是怎麼樣 扩大稅基让经济进步 让我们中产阶级出来 让我们的30k 40k 变成50k 这个100k 这样的一下 10k 5k 这个50k 100k下去 这样才是我们要的 这个经济政策 好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陈董没有时间让你多 下回再来 我想刚刚魏董谈这个 是真正富国强兵 非常重要的策略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更好 这个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小鼻子小眼睛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30年的大纪律当中 让台湾更好 更壮大 我想就是我们每一个 包括未来领导人 一定要练助在一起 注意到这个事情 今天谢谢各位总事长 谢谢陈董事长 谢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节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